原来少林寺对俗家弟子如此严格 眼前的众人 把点燃的香拿在手里 然后手指发力推开铁门 将香插入香炉中 只有通过了这一考核的俗家弟子 才有资格进入练功房 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这里的大部分人 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考核 唯有假扮成弟子 溜进少林寺的周人节 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打开铁门 喂 怎么打不开啊 打呀 打 你们怎么这么糊涂 这个坏了 算了 正当他打算蒙混过关时 地旁的僧人将他拉回来 把香塞回他手里的同时 猛然发力助他打开铁门 周人节被香火烫得不停挣扎 可手却卡在铁门里出不来 僧人早已看出他并非少林俗家弟子 但见他有趣 还是助他一臂之力 将他推到了练功房门口 接下来 他只需要推开面前的这道铁门 便可进入练功房 见前面的弟子 全都轻而易举地走进去 周人节信心满满 结果他一拳下去 不仅铁门纹丝不动 自己还疼得双手发抖 他心生一记 你先来 就这样 周人节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 进入了练功房 这里的练功方式五花八门 有人利用竹竿练戏出找 有人用头撞击杀带练铁投工 看到弟子们在同游路上行走自如 周人节的目光瞬间被吸引 迫不及待地想尝试 可不成想 他刚踏上去便滑倒在地 同时还缠倒了前面的弟子 两名和尚健壮 抓住他的双脚将气推了回去 结果用力过猛 直接将他撞进了后面茶桶里 慌乱之下 周人节起身 在同游路上给大家表演了一段街舞 逗得弟子们纷纷围观嘲笑 就在这时 主持三德文声赶来 看着眼前扬相摆出的周人节 他立刻上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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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主持法号贫僧三德 啊 三德 施主 用意何在 我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请问有什么指教 拜你为师啊 拜你为师 说我做徒弟吧 谁能想到 如今下跪磕头 一脸真诚的周人节 就在不久前 还是个假扮和尚要香火前的事情骗的 由于他擅长假扮 朋友便求他扮成高僧三德 去吓唬客扣工人薪水的老板 可没想到 老板丝毫不慌 还想与其交手 周人节不会武功 瞬间便漏了线 最后所有的工人都因此遭到毒打 周人节见此情景 一气之下用稻草给自己做了顶甲法 溜进少林寺 伪装俗家弟子学功夫 只等练成之后 便回去替工人们讨回公道 三德见周人节如此诚恳 顿时心软 那你是怎么进了本房的呢 家门 装香 打铁门进来的 尽管周人节这么说 但三德一眼便看出 他没这个本事 看着周人节假发上的墨汁 三德不禁好奇 慌乱之下 周人节随便扯了个火 我年少白头 所以 我把他染黑了 好 你想做本房弟子 先去把头洗干净啊 听了这话 周人节两眼放光 心想成为少林三十六房的俗家弟子 竟然如此简单 紧接着便来到警店 要打水洗头 不料弟子们见他来了 直接将打水的桶拿走 正当他感到疑惑时 三德将一块大石头踢到警尾 瞬间水花四溅 这不是水吗 用石头打水 这是千古其文啊 为了成为少林俗家弟子 周人节不问缘由的听话造诸 只见他拿起麻绳 将石头缠在腰上 随后扔到警尾 可见其的水花 根本不足以让他把头洗干净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 他只能连夜练习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不停的尝试后 他终于找到了诀窍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三德为何要让他用这种方式洗头 这是少林四弟子入门的练习方式 将石头绑在麻绳上扔进水中 随后用头接住剑起的水花 此举是为了锻炼弟子的灵活 练成之后 便能在实战中做到眼疾手花 及时躲闪对手招数 经过周人节夜以继日的练习 他终于将头上假发的墨汁 全部清洗干净 露出了稻草本来的颜色 但这却给他带来了新的麻烦 就当他觉得 自己要因为说谎被赶出少林四时 突然灵机一动 将强灰抹在头上 伪装白发 第二天兴高采烈地去找三德 不料三德一眼便识破了他的伪装 出手便想摘掉他头上的假发 只见周人节灵活躲闪 竟没让三德碰到他分毫 三德见此情景 当即意识到周人节有练武的天赋 可说谎中就是不对的 只见三德再次出招 一把扯下他头上的假发 弟子不敢了 弟子不敢了 周人节 你汇入少林四三十六房的事 我已经全都知道 周人节见谎言败露 心灰意冷起身便要离开少林四 不料这是三德叫住了他 让他为少林四十年一次的大修搭建竹棚 见自己还有机会 周人节二话不说 便开始搭竹棚 在干活之余 他偷看下面练功房的弟子们训练 没有资格加入 他便在竹棚上给自己制作器 有样学样的模仿起来 即便手臂被竹条磨出伤口 他也没有放弃 见弟子们练习腿弓 他便将竹杆绑在腿上 跟着他们的招式一起练习 为了练好木桩 他更是在竹棚上自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竹桩 跟着弟子们的节奏一同击打 经过一年的时间 周人节将三十六房的功夫学了个遍 同时也搭好了竹棚 完工之后 可结果却令他万万没想到 说着周人节便向三德展示了自己偷学的功夫 可三德对此并不惊讶 在仔细看过他搭好的竹棚后 命令他将其全部拆除 然后离开少林寺 周人节本以为自己搭好的棚子 就能败入三德门下 没想到 最后还是被赶出少林 这让他顿时火冒三丈 是到如今 周人节不再客气 他此话一出 瞬间点燃了三德的怒火 当即便要责罚他 而周人节也不再怕他 说罢周人节干脆躺在了竹杆上 三德见状双手发力 将竹杆震碎 周人节则凭借灵活的身手 爬进练工房 耍起了无赖 我说什么都不走 我要做三十六房弟子 我要学武功 三德忍无可忍 追到练工房要出手教训他 不料周人节竟然将 三德的所有攻击一化解 并且一出掌 便将弟子练工用的竹杆积碎 这让三德震惊 一掌将他拍到童油路上 曾经他在童油路上出静阳下 如今竟能稳稳站在上面 看到这一幕 三德意识到 他已经学会了三十六房的功能 只是他自己还全然不知 其实三德是个稀才之人 他知道周人节学武功 是为了替工人讨回公道 而出家之人有诸多限制 所以 为了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三德才强行将他赶下山 周人节此时已经冷静下来 也知道了事情已经无力回天 就这样 他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村 结果却发现 工人们很多都被黑心老板打成残废 看到周人节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觉得有了希望 于是凑了过来 让周人节替他们出一口恶气 对自己身手一无所知的周人节 十分为难地告诉他们 自己什么功夫也没学会 一旁大包牙听了这话 怂恿他回到少林寺 周人节一气之下 将他直接甩飞出去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大包牙起身后 立刻意识到 周人节绝对有功夫在身 于是便带着众人前去试探 在一一敌众的情况下 周人节使出了利落的少林拳法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学成了功夫 第二天 他找到黑心老板要讨回公道 面对小弟们的围攻 周人节轻而易举地将其击败 顺手利用自己的搭棚技术 将其中一名小弟绑在了棍子上 并且对黑心老板喊话 一听提前 老板忍不住亲自露面 想教训一下这个与他作对的小伙子 周人节欣然应战 随即将老板引到一处竹棚前 大战一处急发 老板抄起板断 率先进攻 周人节将他所有的招式抵倒后 灵活地跳上竹棚 至此 周人节掌握了对战的节奏 将老板手中的板断 卡在竹棚的缝隙里后 悠闲地坐在上面发起嘲讽 黄老板 到此为止 如果你要再是我武功的话 我会打伤你的 此话一出 黄老板恼羞成怒 继续发起攻击 而周人节则不停地劝他收手 两人一路缠斗 大战几百个回合 周人节见他执迷不悟 于是不再客气 一拳便将黄老板打飞 随后将他绑了起来 倒掉的架子上 看着插在地上锋利的竹刀 黄老板这才肯认输 在确定黄老板会归还 克扣的工钱后 周人节将他放走 就这样 原本只是市井骗子的周人节 凭借持之以恒的努力 成为了真正的少林公主大师 替工人们出了一口恶气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